心清净 这是第二个六合进 第三个是戒定会三许 第四个括目是六度 第五个括目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 所以这很好记 我们提出了希望修净土的同学们 我们进中道场 无论在家出家 齐心动念言语造作 都要与这五个括目相应 真正尽忠修人 如果是只挂名 这五个括目都做不到 因果各自各人成当 真修先生好坏都不批评 只是一位真诚恭敬 过人因故 过人成当 那我们这个经天讲 讲得这么奇境 那没人学讲什么 有 鬼神在说 我知道 鬼神在听 他们听得很认真 他们正干 往生的不少 生天的很多 大臣尽叫 大臣尽叫 名阳 连丽 我们讲堂旁边 供的这些白位 他们的听众 密密麻麻 我就不能不讲了 这也是这么多年来讲 讲经的兴趣 没衰 原因在此地 偶尔有时候 他们也来找我 所以我了解他们 所以我了解他们 看我们当前的环境 哪一个最需要 我们在这段 期间当中 一个星期 佛家讲七天 一期 二期 三期 或者是七期 这七期 专门着重在修布施 因为我们放不下 在底下一个七期的时候 我们专门来修持戒 特别提醒 特别加强 那么这就是水月 这一些 正足上修